平成30年度 屈民建者 自己负担金只需要1000日币 就是人民币60多块钱 哈喽大家好 我是布里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我在东京前段时间做了一次 健康检查 竟然只花了60块人民币 请因是因为我前两天 家里收到了一封信 叮 这帮信里面是一个小册子 小册子是平成30年度 屈民建者 平成30年就是今年吧 然后屈民建者就是 区内的市民的一个身体检查 然后因为东京都是各区自治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区的市医所 对辖区内的居民 一个体检的手册 无论你是留学生也好 外国人也好 只要你居住在这个地方 你就会享有这个福利 为什么说它是福利呢 我们打开看一下就知道了 这个是小册子里面的一个屈民体检的概要 左边是一系列的项目 以及这些项目的对象者 还有做这些项目需要的一个间隔期间 因为我是20多岁嘛 所以我是需要做一个子宫静癌的检查 这个需要两年做一次 为什么说它是福利呢 因为大家最后一栏可以看到 自己负担金只需要1000日币 就是人民币60多块钱 因为这个正常做一次的话 是需要4000块的 然后另外3000块是由政府来负担了 后面是很多这个体检的相关内容 受诊的流程 以及一些知识 因为我是要做子宫静癌的检查 这上面说你需要在列宝里面找一个 后面带有子字的医院 这说明这个医院是有检查这个项目的资质的 因为我想要离家近一点 所以我当时找了一个家附近的综合性医院 但是我在去之前用手机Google了一下这家医院 发现评价超差 大家都在说医生态度十分的恶劣 护士完全没有耐心一直在聊天 可以说是看病的一次十分不愉快的体验 然后我就换了一家诊所 评价还比较好 那我们现在就去检查咯 现在就在家里面等他的检查报告 然后他当时给了我两个选择 一个是把报告邮寄到家 一个是到医院来取 因为邮寄到家是免费的 然后我就选择了邮寄到家 他当时真的很贴心 因为发现我是一个外国人之后 他就会问我说 你用过来就不在此 就是担心我有沟通不懂的地方 或者他解释不清楚的地方 跟我确认一下 如果有在东京都内想看病的朋友 然后你的人往又不是太好 其实我觉得完全不用担心 因为在东京都内有很多中国人开的诊所 也是可以提供中文服务的 现在有很多国内的朋友 吹爆日本的医疗 因为觉得日本医疗服务非常的好 而且有完善的医疗体系和设施条件 但其实如果是外国的朋友 和东京都内的朋友 想要就医的话 我还是建议大家多多比较多多参考 因为医院跟医院的差别真的很大 比如说我去的这家医院 他的人超级多 而且不接受预约就相当于 你每次要在那里等两到三个小时 如果这家诊所人少的话 可能你五到十分钟就可以就医了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好好调查 多多比较一下 另外综合性医院跟私人门所相比较来说 如果是普通的病症 还是建议私人诊所好一点 因为在日本其实私人诊所和综合性的医院 它的设施条件和医疗水平 都是不相上下的 对普通的病症来说 但是服务态度来说 私人门所真的要好态度 而且它的费用也相对来说 比综合性的医院要低很多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 欢迎关注留学的真相 如果有什么关于出国留学的问题 可以私信给我们 拜拜 日本留学找妙图 喵